KT Snowcrime OK 歡迎回到KT Snowcrime 我是Kevin 我是Tim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那種低潮的時候 或是很失落的時候 會覺得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怎麼走 不知道自己要用什麼心態去面對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推薦一首 可以讓你正面的去對抗這個黑暗 這個難題的一首歌 Scare Of The Dark Scare Of The Dark 這首歌是由Lil Wayne、Chai Dalasan 和X合作的歌曲 而這首是收錄在 製作人新宇宙的專輯原生代中 那我們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到歌詞賞吸的部分 I'm not scared of the d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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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No, I'm not afraid of the fall. 我不會去逃避這些困難,我不會去逃避這些問題 我也不害怕這些困難可能會讓我墜落 墜落代表說失敗嘛,但它也是無所畏懼 我不會去逃離這些困難,我也不會去害怕失敗 I'm not scared, not at all. Why won't a star a star ever be afraid of the dark? 我永遠不會去害怕 為什麼一顆閃亮的煩星會去害怕黑暗呢? 這邊就是在抵立自己,抵立大家說 當你有才華,當你有能力 你是有那個光芒的一個人 你就不會去害怕這些周圍的惡意 這些周圍的難題 只要你夠好,只要你這個人夠閃耀的話 你就可以去抵擋這些東西 你還是可以在黑暗當中閃耀的 這句正在寫嗎? Tonchi 這邊跟大家做一個補充 Tonchi是Leo Wen的暱稱 這個暱稱是用Tune和Chu組合而成 Tune是Leo Wen小時候奶奶給他的一個小名 而Leo Wen為了讓這個暱稱聽起來像Kuji 所以他在後面加上Chu 最後就形成Tonchi I ain't never scared and I ain't never horrified Leo Wen表示他從未害怕,從未恐懼過 I just looked down at my Rolex It said it's the darkest time 他看了看手上的勞力士表 上面顯示著這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時刻 I ain't never terrified I ain't never petrified 就算在黑暗 我也不會受到驚嚇 也不會嚇著目瞪口呆 You know I see deaf people I just tell them get the life 你懂的,當我見到死人 我只會叫他們活起來 表面上好像很有趣的叫往生的人活過來 但其實Leo Wen玩了很棒的wordplay 他就是在指 叫那些生活漫無目標的活死人 去get the life 好好過他們的人生 I ain't never scared I'm not sure if that's a word But I'm in every word Feeling like do not disturb Wait, let me testify I have never testified And I'm never to my pride I ain't never never pride I ain't never scared I'm not sure if that's a word 他從來沒有怕過 但我不確定 skirt 是不是個單字 Leo Wen這句會這樣講 是因為skirt其實不算是一個正式的單字 它是一個slam 它是scare的另一種講法 I mean every word Feeling like do not disturb 脖子的意思是 不要來干擾我 Let me testify I have never testified 我從來沒有證明過 讓我好好證明一下 And I'm married to my pride I ain't never never cried Leo Wen表示他已經很驕傲結婚 也就是他很自豪且有自信 所以他從來沒有哭過 I got eyes like marbles If I cry it's sparkle You know I can read your mind Like I'm the author I got eyes like marbles If I cry it's sparkle 我有著像彈珠一樣的眼睛 當我流淚他們就會閃耀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當你遇到困難 你遇到挫折的話 你會流眼淚嘛 但那些眼淚將會閃耀 它會變成你的經驗 它會讓你更加的強大 You know I can read your mind like I'm the author 我就像是我人生自己這部小說的作者一樣 我可以讀懂周圍每個人 他們內心在想什麼 他們是想要害我 還是他們要對我好 我就像作者一樣 可以去讀懂他們 There's a line for tomorrow And that line's getting shorter And that line's getting shorter What if I am the target deep side A sign or I'm afraid to die There's a line for tomorrow And that line is getting shorter 我覺得這邊的line 可能代表是一個機會 在明天之前 我還擁有一個機會 可以去正面迎擊困難 明天到來之前 我還有一絲機會 但那個機會已經越變越小 I'm behind the trigger What if I am the target 你應該也知道吧 你應該也知道吧 準備要開 對 準備要扣下板機 準備要扣下板機 I'm behind the trigger 他準備要瞄準他的目標 他說What if I am the target 那如果我可能也是 別人想要射殺下來的目標 This side Sayonara I'm not afraid to die 他說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然後Sayonara 日文嘛 對對對 Sayonara I'm not afraid to die 他這邊又在承認一次 我不會害怕死亡 我不會害怕去面對這個挑戰 我也不會害怕失敗 那Tim 講到I'm not afraid to die 我覺得現在有一些年輕人 柳老師的歌手 可能會在無形之間 傳授給年輕人 一種呆樣的觀念 就是 我很年輕我就想要走 什麼的 Tim 你對呆樣這個看法 是怎麼想的 個人啊 我是不會想要呆樣 對我來說 我人生其實就是 還有很多事情要去達成 然後還有要去體驗 但我不會就是真的害怕死亡 就是如果時辰到了 真的要走了 嗯哼 就是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當然希望就是 過程是比較沒有病痛的 對不對 因為如果 有太多傷痛什麼的 你會拖累到你的身邊的家人 或是朋友 家人之類的 對所以是不會去死亡 但是不會想要刻意去想要打癢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覺得想課藥嘛 然後聽你也知道 很多 繞車歌手 ZEN啊 對拍ZEN那些的 那很多繞車歌手 他們可能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他們會把 有那個問題 所以需要透過ZEN 對 所以他們會把這些東西 寫在他們的歌詞裡面 嗯 就像是我們之前介紹過的 Matt Miller嘛 對對對 他也是Overdose 124的 他們把自己的經歷寫來 歌裡面是很棒的 但是這並不代表說 他們鼓吹 對對對 鼓吹這些 你的年輕的聽眾 去做這件事情 對做這件事情 並不是說 他像他們歌裡面 去拍ZEN 就是一個很酷的事情 對對對 反正我是希望大家 不要去誤解這件事情 對 Peace and Love 還是Peace and Love 沒錯 It's either goodbye or good morning and the sky start to falling 這邊goodbye跟good morning goodbye就是bye bye嘛 那goodbye就是早安 早安就是怎麼樣 你在新的一天 然後第一個會講的事情 然後他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不成功變成人 如果沒有成功的話 就沒了 and the sky start to falling 天空整個開始墜落 I'm a shine in the darkness 但是就算在這個黑暗當中 我還是會閃耀 閃耀 I look back down at my Rollie It's a time for the chorus 這邊Liu Wang又再講到一次Rollie 他再次看了他的Rollie Rollie說 欸是時候到副歌囉 除了這邊本來就快到副歌之外 可能也是在說 準備好你的人生 準備要進入到副歌 最精彩的階段了 高潮的篇章要來了 對對對 You know I'm not scared 你知道我永遠都不會害怕這些困難 直接難聽了 接下來X在這段歌詞講到 If I could count the tears I've cried 如果我能細數 我曾經哭過的眼淚 A million times I swear I've died 已經超過百萬次 我發誓 我的內心已經死過無數次 I'm trying but it's still not right 我努力的去嘗試改變 但是一切還是不太對 The only time I want her is tonight 我唯一一次想要她的時刻 就是經驗 OK 那我們對Scare of the Dark的歌詞 就是想去找到這邊 Dark的段落 我個人是真的很喜歡 Scare of the Dark這首歌 不僅傳達了很多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面對的困難 困難 對 再加上這首歌是從Spider-Man 新宇宙 蜘蛛人新宇宙 Into the Spider-Verse 這是一部很棒的電影 認真講 這是我人生中看過最好看最好看的動畫店 動畫 我記得我當初是跟你一起去看 對 我們有幾個人一起去看這部分 對對對 真的很屌 尤其是你還記得Scare of the Dark是什麼時候播出來了 就是Peter Parker死掉的新聞 然後被播到電視上面 然後開始放這個 GOT TOUCH IT 一首好歌推薦給大家 Zero Spider-Man He's gone 我的男人Peter Parker 是一個普通人 他總是說 除此之外 專輯中的Let's Go和Memories 也都是我很喜歡的歌 Let's Go當時在搭配電影播出的橋段 不然是Uncle Ben的死去 主角當時就是還在釋懷Uncle Ben 雖然這首聽起來比較傷心 然後又有點沉重 但每次聽完 還是會給我一些能量去釋懷一些事情 而Memories這首就如同歌名 就有時候你聽的時候會喚起你跟你朋友的一些回憶啊 還有點點滴滴 對 沒錯 不管是電影或是原聲帶來專輯 我們都非常的推薦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如果有興趣可以去追蹤我們的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謝謝大家 Peace